宏中出口 宝极高一 你现在抓的都是感受啊 你也觉得有面啊 有表 你也觉得我现在都看得到啊 我也是能够现在见解人之见啊 你怎么能说我不知见 你怎么叫我能放下呢 你现前一切所感受有所在你心中 能够立种种表处 能够让你真正以为有所见处 仔细思维 没有要你放下如是能表 没有让你放下如是所见 就在这个当下 于表于现 于见当前 真能现见现表的是谁 能知者谁 能现见者谁 光这些声音就是让你回头 那叫固知无他性也 自己前面讲这些道理 当然讲的不是只是只讲无他性 但是你真的知道前面师父所讲的这些声音以后 你将来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自然就能够体会无他性 一切感受表示你当下这一念 你慢慢就会在每个念头现前处 过去念头现前处就是念头 将来因为我们叫做行者 行者还要分上中下 从刚开始初中后 从刚开始最初开始 行者就会在每个念头当前 似乎你已经感觉到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念头 一定是他流转的过去的业力 似乎在每个念头当前 后面有一个能照的亲民 那是最初 那就是我常常讲的道家最初讲的跳开滚滚红尘 眼前看到都是滚滚过去一样的种种意识的种种动乱 但是你居然已经不是他了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不是山不是水表示你还知道山知道水 假如说你还看不到山看不到水 你说什么你不是山不是水 但是就在你能够知道一切法中 是山是水处已经不是表示什么 你的离心已然现前 那个离心是怎么现前的 是你明白决心离心自然现前 当你心里面念念之间 真的能在决心的道理上面 不断的如实反熏 不断的如实心中为自己底定 将来离心之志自然现前 就是这样不断的去熏悉的 所以讲到这里 我再把那天没讲完的讲义教材拿出来 那天讲到第二段 在世尊至多子塔前 替摩赫加设分作领作 那天讲到以身且离为之 这次讲到世尊 副主摩赫加设把将来的僧团之中 就是教授一切众生 能够在娑婆的过去的夜海当前 能够回首的生团教育最初的教授 交给摩赫加设 那为什么在多子塔前呢 我上次故事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可以再跟大家再讲一遍 多子者 这个多字啊 多字在佛本行集经里面讲 唱多字时 是什么意思呢 是当相苦恨出入世身 当相苦恨叫做多 什么叫当相苦恨叫做多 大决心体从来是一 决好决坏 再决永远是一 可是再决永远是一处 却让你能够起身种种差别 是好是坏 种种多处 所以过去再多 就是一切的流转 将来你要在过去多中的流转之中 你念念明了 念念回光 就在如是多中 其实就是你的什么 就是你的佛性的根本 你能够在如是多中 念念如是 清净本行 念念如是 洁净本心 你将来就在如是多处 你能证得你如 在根本的如来面 所以在这个多处 清净本心 洁净本心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遇佛 遇的是谁 西达多 大觉心体现前 不就是西达多吗 他能偏袭一切 他被定能够拯救 叫做达 那一切万法 西达多 不许在达多之处 是众生流转处 你要在达多当前 你若是只是 谁在达多处处流转 你就是害佛的提婆 达多 对提婆的提字 有一个提手旁 提就是拎 就是捉持 你捉持如是达多 就是害佛之说 你念念之间如是捉持 就是害你自己的根本 其实这一念心 现前的就是决心 一定能达多的智慧 但是你在这个达多之中 你念念如是捉持的话 就好像同宗兄弟 彼此相害 因为都是一决所显 就叫同宗兄弟 至于提婆达多 西达多 根本就是同宗兄弟 无量截来提婆达多 都在害佛 这不是讲故事 光现前这一念 你在每个念头当前 你永远都是在那边 提婆达多处 什么叫提 捉持为提 什么叫婆 随其波动 随其去酝酿为婆 所以婆字前面有个波 下面有个女 波动 与其女叫因 因妇波动为婆 就在你的感受之中 每一个能偏惜一切达多处 你要是诸识 如是达多 就暧昧达多处 将来就在如是达多处 你念念能够灌木 念念能够回光 灌木是在哪个地方灌木 灌木要在你根本 佛性体上灌木 所以念念是在 大觉心体的道理上 在每一个念头的现前处 就是那个多处 如是你念念木欲 念念灌木 那个灌木就叫欲佛 就在如是西达多处 你将来证的是 你根本的能忍能及 就是你的能忍能及处 所以佛门之中 所有的一切行为以为 没有一个跟你讲故事 全部 假借世间的现行 假借世间的现象 如是形象量中 让明明明白白 当下见性 见性即佛 因为没有一法离开过觉性 既然没有一法离开过觉性 那一切世间形象 也没有离开过觉性 所以过去在像中 明是像处 所以从此以后迷失了心性 将来叫你离相 将下就是性 那是因为你要见性人方面说离相 因为要见性的人方面跟你说离相 不是说你真的不知道性的人 你方面有个像可离 不知道性的有个像可离 你从此就叫做什么 你就叫做分裂你的心意识 因为觉得像处也就是你的决心 觉得性处就是你的决心 决心的性为什么要去坏 决心所起的像 决心的像虽然在决心中你看不到决心所起的性 但是你要完全知道其实所有的一切世间现象 哪个都不是性中使然 当下戒相正如是性 明叫做什么 叫做离相 所以离者叫做大明 离者叫分别 分别情处 为什么离者叫大明 我常说离者是火挂 火挂就是大明处 就是大明处 所以他就要在多子塔前 世尊教授如是教育时 就在多子塔前 就能够担当如是多处 就是苦行之处 所以加塞尊者苦行第一 加塞尊者上行第一 他是神团之中的上座 他可以规范神团 以加塞座规范神团 所以释迦摩利佛分伴座与加塞尊者座 就是告诉你 你如是大觉心体上的教授里面 他要在教授时 要教授一切 最终想要回家的行者 在哪里下手 知道吗 他就在心里面念念向绝处 乃念念苦恨之所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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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 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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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 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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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